和日本學童一起享用營養午餐 或是跟可愛馬兒合照 頂著大蓬蓬頭 髮型跟花媽陳菊超級像 因為都是找同名髮型師 他是高雄市教育局長范遜律 國中會考才出包 考生排序錯誤 鬧出大笑話 關鍵時間點 人竟然出訪新加坡 國中會考的志願選田 甚至於分發完之前 其實教育局應該要繃緊神經 二十五號再度出訪 新加坡已經是第十八次 教育產業公會質疑 范遜律出國次數太頻繁 根據高雄市政府官網統計 他就任至今 去日本八次四十五天最多次 第二是韓國的三次共十五天 美國兩次共十六天 上任三年半出訪八國共一百零八天 進一步換算 三年半是一千兩百八十三天 就出國一百零八天 平均每十一點八七天 出國一天真的很忙 有很多國家的教育團體 來到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做拜會 基於互惠跟互訪的原則 我們也是規劃出訪的行程 扣除正在出訪的新加坡 已經出國考察完成十七次中 提交十六次成果報告書 最近四月出訪韓國還沒上傳市府官網 但這次國中會考出現五千筆排序錯誤 眼看高中值選田志願二十七號就要截止 但局長沒有作證 教育局卻出國交流 正確的導證措施 而且相關的機制已經都建立起來 教育局曾經會考烏龍出大包 局長范勳麗處理好才出國 強調沒有放任局務不管 但教育局長上任三年半出國十八次一百零八天 花納稅人的錢頻繁出國 難免讓外界觀感不佳 記者林正月王書宏高雄的